大家好,剛剛開完撲滅罪行委員會會議 因此,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委員羅德偉 就會講回今天會議的討論事項,然後再回答大家的問題 局長,請 是,好多謝各位記者朋友今天來到政府中部 剛剛撲滅罪行委員會是討論了今年頭10個月的罪案情況 也都審閱了由警務處處長提交的警司警戒計劃的半年佈局 待會羅德偉委員會向大家講解一下有關警司警戒的一些內容 我首先向大家匯報一下頭10個月的罪案情況 整體的罪案數字是有45653宗 交去年同期是下跌3% 而暴力罪案是下跌1.4% 所以整體而言,我們的罪案數字都是平穩的 下跌比例較多的是有 第一,塞車它是下跌了1.8% 爆竊案也是下跌1.8% 顛簿盜竊下跌1.7% 中火案下跌1.4% 上升百分比較多的是兇殺案 上升超過一倍 詐騙案是上升兩成 爬舌案是上升大約一成 而勒索案是上升大約八個百分點 首先是講一下兇殺案上升的情況 首先我們知道兇殺案的統計方法是以幾多條生命來統計的 即是說一宗案件如果個案裏面是有三個人被殺 是會統括為三宗兇殺案的 所以在頭10個月我們兇殺案的數字是有42宗 其中包括在大埔公路巴士翻側 而涉及這件案件死亡的19個死亡人士 所以在這宗案件我們會統計為19宗 其他的案件大部分都是涉及一些例如家庭糾紛 例如醫療事故、院舍的爭執等等 整體的數字撇開剛才講的 因為涉及19個死者的交通事故的話 他的兇殺案的數字和過往差不多是有輕微的上升 另外想向大家介紹一下青少年的犯罪情況 頭10個月是有2329個青少年被捕 他是佔整體被捕人士的9.6個百分點 這個數字還要讓大家參考 我們一般都要留意著他有沒有上升到超過一成 這次是9.6個都是在我們的關注點下面的 青少年犯罪涉及的案件主要是傷人或者毆打 雜項盜竊、店舖盜竊以及一些涉及毒品的罪行 警方在這方面會和不同的政府部門、學校以及一些非政府組織 一起去處理青少年犯罪這方面的工作 在毒品罪行方面 青少年嚴重的毒品罪行是有1202宗 是下跌了8.6%的 當中呢 百分之86都是涉及危害精神毒品 另外的就是涉及傳統的毒品 即是海樂鷹 嚴重毒品罪行被捕的人數是有1697人 下跌了8%的 青少年呢 佔整體嚴重毒品罪行被捕的人數呢 大約都是一成 在2018年頭十個月呢 除了大麻下跌是六成七之外呢 其餘的毒品都是上升的 上升得最多的是亡我類的毒品 是上升了七倍的 可卡因呢 是上升大約是七成八 冰毒即是甲基安非他命呢 是上升四成二 K仔六安酮是上升一成半 海樂鷹是上升大約十三個百分點 毒品上升呢 主要的原因呢 是有幾方面 他反映第一 在國際的毒品供應市場是非常充沛 而因為在毒品方面的需求都仍然是大 所以在整個世界上呢 毒品的供應呢 依然是非常之充沛 第二呢 就反映到呢 在執法部門的情報工作 他是做得一些成績 再加上呢 他是努力把擊 從而呢 無論在關口 機場 又或者已經流入了在香港的地方呢 執法部門呢 都破獲了很多宗 兼且有些是涉及大量毒品的案件 第三呢 這個數字呢 也是反映出呢 在國際協作方面呢 是做得有成果的 有一些毒品呢 他是經過香港而去另外的國家 在國際協作方面呢 我們在中途呢 已經將它折獲 也都有一些案件呢 因為我們國際的協作呢 有關的地區或者國家 將情報回饋回給我們香港呢 從而是破獲一些毒品案件的 那這方面呢 就執法部門都會繼續努力 確保呢 是毒品的影響呢 是減到最低 另外呢 我亦都向大家說一下呢 在詐騙案方面 詐騙案件呢 是上升的 大約呢 是上升了兩成左右 十個月的數字 是有大約七千宗 左右 是七千零四十七宗 當中呢 社交媒體的騙案呢 是上升了超過一倍的 網上購物的騙案呢 是上升了三成 而商業層面的電郵騙案呢 也是上升三成的 在騙案方面呢 如果我們看科技罪案 整體呢 是上升了四成半 但是 因為很多騙案呢 現在呢 都是用科技的 那所以我們看 除了看整體的科技罪案呢 我們都向大家說一說 整體的騙案情況 剛才講上升 但是最主要上升在三方面的 最主要是在網上方面的騙案特別多 其中一個呢是社交媒體的騙案 社交媒體的騙案呢 是上升了大約一千宗左右 是1.2倍的 涉及的金額呢 就是4.5億 是上升了三倍的 主要涉及呢 就是網上情緣的案件 在我們頭十個月呢 是有五百二十宗 上升了兩倍 而所涉及的騙款呢 是有四億一千萬 上升四倍的 剛才向大家講呢 社交媒體涉及的整體損失 是4.5億 即是4億五千萬呢 涉及網上情緣 就佔了四億一千萬了 所以那個額呢 是相當大 其中一個案件呢 一個受害人呢 是被騙呢 是差不多四年 而涉及呢 是1.8億的騙款 那所以 在這些案件裡 我們高度關注 還有呢 在很多案件裡 都看到呢 被騙的受害者 是長期被騙的 那所以 警方 和任何執法單位呢 第一時間呢 都會將新的 騙案手法 向大家 廣泛地宣傳 我也都 和我的同事 利用每一個機會呢 向大家去講解 新的騙案手法 另外一個 亦都是上升的 就是網上購物的騙案 這個呢 上升了三成的 涉及的騙款呢 是有四千三百萬 主要呢 是關於一些 買賣平台的騙案 涉及的產品呢 是包括 電子產品 手袋啊 現金券啊 甚至是演唱會票等等的 警方在這方面呢 就是會 以情報主導的方式 去打擊這些罪行 亦都會呢 是經常在網上巡邏的 他們破獲了 在這十個月呢 是有 拘捕了五十八日 而是涉及呢 有二百宗案件 第三個上升較為多呢 就是商務的 電郵騙案 上升了三成 騙款呢 是涉及十五億 上升了大約都是一倍的 但是呢 這些案件裏面呢 呢 受害人呢 大部分呢 都不是在香港的 只是他利用香港的銀行戶口 來到 拿一些騙款 將這些騙款呢 是轉來香港的戶口 從而呢 是由香港的警方去打擊的 針對這麼多的騙案呢 大家都知道了 警方呢 已經在 一七年的七月呢 成立了一個 反詐騙的協團中心 是二十四小時呢 去接聽 市民的電話 包括呢 是查詢或者求助的 那在 二零一七年 七月到現在呢 中心已經接聽了超過三萬個電話 有三萬三千個電話 而對於 在騙款方面呢 是阻截到十三億的騙款 去流出香港的 也都是 截停了二百宗 的受害人 是將個騙款呢 是匯出 那所處理的呢 最低限度呢 是成功去阻截了五百個個案 的 騙款呢 是流出香港的 那這方面呢 就 我都希望大家是繼續 是廣泛宣傳有關這個中心 因為的確呢 是幫到 是 不同的受害者的 整體來說呢 就我們 在 一八年的 頭十個月呢 罪案數字都是平穩 也都持續下降 但是呢 我們都要繼續努力 就剛才我所講的騙案 毒品方面 雖然的數字 我們整體的吸毒人數呢 都是下降的 但是呢 有下 有減緩的趨勢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呢 大家都要不斷努力 那麼執法部門呢 會加強在這方面 做打擊和宣傳的工作的 跟著呢 我請羅德維委員呢 向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 警司警戒計劃的一些細節 請下 羅偉議員 撲滅罪行委員會 在剛才的會議呢 審閱了警務處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 警司警戒計劃的進度報告 我會重點匯報有關的內容 根據警司警戒計劃 警司或者以上職級的警務人員呢 可以運用著情權 向觸犯較輕微罪行 10至18歲以下的青少年罪犯 施行警戒 代替提出刑事檢控 給予他們一個改過自身的機會 撲滅罪行委員會知識 在2018年上半年 有896名青少年 因為干犯不同的刑事罪行而被捕的 當中有274名青少年罪犯 接受警司施行警戒 佔青少年總體被捕的人數 百分之二十二點四 他們大多都是干犯、集巷盜竊 店舖盜竊、傷人或者嚴重毆打 這些罪行 大部分都是13歲或者以上的 在取得家長或者監護人的同意之後 所有接受警司警戒的青少年罪犯 都會被轉介去警方的青少年保護組 做監督探訪 警方亦會轉介有需要接受 其他跟進服務的個案 去刑辦社區支援服務計劃的非政府機構 社會福利署或者教育局 在2018年上半年 警方為274名青少年罪犯 總共作出415次的有關轉介 即是每名青少年罪犯 平均是被轉介到1.5間提供跟進服務的機構 警方希望透過輔導和各項協助的服務 引導曾經犯罪的青少年重踏證圖 青少年罪犯在接受警司警戒後的兩年之內 再次犯案的比率是處於低水平的 在2015年的再次犯案率是9.1% 顯示警司警戒計劃有效地為誤入歧途的青少年 提供一個改過自身的機會 所以撲滅罪行委員會 全力支持警方繼續執行警司警戒計劃 多謝大家 現在是答問時間 請有意提問的記者舉手 我就會示意哪位提問 同事會帶個麥克風給你的 TVB 你好TVB 首先想問一問 有關於在菲律賓在囚的四個港人 現在局方的跟進程度是怎樣 還有今天據消息指 菲律賓控方打算在囚制毒方面再上訴 這方面會怎樣跟進呢 會不會之後更加難幫助他們回香港呢 另外再想問 有關於殺錢案 其實可否說一說 殺錢本身是否乾犯了一個罪行呢 而且之後又會怎樣再跟進呢 另外想問 其實呢 反詐撇協調中心已經成立了至今 但看到那個數字仍然都上升了 有1,600多宗 那是否真的說成效不是太大 執法效果有些失效呢 謝謝 好 好多謝你 三個問題 第一是講解有四個港人 在菲律賓法庭被定罪 這件案件 我們是很認真去確保 香港居民在外地 當他有事故的時候呢 我們是會提供 所有可行的幫助 以及保障他的權益 以及保障他的權益 在這件事情呢 今早呢 大約在中午的時候呢 阿桃議員呢 其實都已經跟我們入境處的相關同事呢 是大家見面 我們是聆聽了他所說 哪一方面呢 我們可以幫到有關的人士的 這一方面呢 我們會盡量做 我其實把這件事都跟了 岸家一部駐港特派員工處的官員呢 是溝通過的 在今早呢 我們已經是溝通了 我也都是向他表示呢 特區對於這件事情的關注 也都希望他們是 一言既往那樣呢 是盡量去 對於四位人士 提供可 可以的協助 以及保障他們在法律上面 以及人權方面的權益 公處的官員呢 也都很細心 兼職很積極地聆聽了 我對整個案件的一些描述 也都是承諾呢 他會一如既往 去保障所有中國公民 在外地 如果有事故 都需要幫助公處 以及外交部 會提供一切的協助 而事實上 在這件事件裏面呢 中國大使館駐菲律賓的官員呢 已經是多次行使領事權去探望有關的人士 也都提供了不同的協助 包括提供一些律師的名單 翻譯的名單 甚至呢 如果是有關人士提出一些生活上面的需要等等呢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領事人員呢 都已經是很積極地全面提供了協助的 這方面呢 他們會繼續做 那我也都會 之後呢 跟我們入境處的同事再了解清楚 在這方面 所當事人所提出的一些訴求呢 我是會寫信給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 去再次反映我們特區政府對這件事件的關注 還有再是希望它呢 提供一切可行的協助呢 去保障當事人的權益 以及它在當地的一些權利的 另外呢 我亦都打算呢 會寫信給在香港的菲律賓總領 也都反映特區政府對這件事件的關注 希望它確保 當事人呢 有一個公平的審訊 也都希望它保障 香港這四位人士呢 在菲律賓的合法權益 那我是會 跟我的入境處同事 商量完之後呢 就會發出這封信的 其實在我們入境處的 在外港人求助小組呢 對所有港人在外地發生的事故 無論是涉及法律的案件也好 交通以外 以及其他一些需要幫助呢 他們都很積極全面去做的 而一向來講呢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工處 以及中國駐當地的大使館呢 跟我們入境處的同事呢 都是有緊密聯絡 每一次我們提出這方面的訴求呢 當地的大使館呢 都很積極和很迅速去處理 建設提供所需的協助 另外呢 第二個問題呢 就關於 殺錢案 其實警方昨天的 調查官員呢 都向記者講解了 他們的行動的 任何人如果他的行為呢 是擾亂到公眾秩序呢 當然呢 他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的 而警隊呢 在這方面呢 都已經採取了行動 調查的工作呢 我就交回給他了 那麼第三點呢 就關於 是 詐騙案 詐騙案的數字上升 最主要呢 是反映兩點的 第一 就就是說呢 這一種罪行呢 他是會因為他本身是 不需要大的犯罪成本 而回報率高 成功 他成功率未必要高 但是只需他要一單成功 剛才都講 他可能呢 都可以騙到幾千萬 甚至過億的 所以這一類的案件呢 就好像毒品一樣 是要永遠打擊 大家一起警覺 無論怎樣做 我們都要面對一個可能性 就是永遠都會發生 那就等於毒品 等於黑社會問題 等於罪惡一樣 我們會一起努力 那麽在執法部門 特別是警隊呢 都會第一時間 將那個 詐騙手法 向大家講 剛才都有 在個撲滅罪行委員會的時候呢 警務處長都有講呢 有一些當事人 其實他 事後 和調查員都講 他不是沒有聽過 警方的宣傳 或者一些犯罪的手法 只不過他不覺得 當時 他是屬於被騙 也都曾經有一些 當警務人員 去解釋給他聽 你已經是被騙呢 有一些受害者 真是深信了騙徒的 是拒絕 警務人員的一些建議 還說你再是這樣 我投訴你 正正反映 騙徒的手法 除了層出不窮 他們的確是掌握了受害人的心理 所以這方面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去確保 他這方面 是不能夠成功 也都 大家去廣泛宣傳 新的手法 以及 有可能懷疑的話 都是應該求助 所以剛才 我都希望大家 宣傳這個 24小時中心的意思 讓他可以起碼打電話 去詢問一下 有先的意思 局長想問一下 都在菲律賓那件案 剛才都說過 我跟陶謹申議員會面了 會提供一些可行幫助 可行幫助確實來說是哪些呢 除了表達關注和不同的單位 其實入境處或者港府 其實還可以做些什麼 去真正幫助那四個港人 還有有沒有跟家屬接觸 或者會面去了解他們的訴求呢 聽到他們的訴求 你們會採取什麼 下一步行動呢 還有剛才都說 會自行給菲律賓駐港總領事 大約是會幾時 討論完之後 有結果會自行呢 麻煩你 多謝你的問題 在外地 當我們的香港居民 即是中國公民 是需要求助 最主要的權力 就是在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下面 是一個國際法 我們作為中國公民 是受到我們外交部 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保障 所以在行使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裡面 我們所有可以做的都做 這些包括是什麼呢 去探視有關人士 去確保他的合法權益 及爭取他的不同方面的需求 例如譬如他需要一些藥物 需要看醫生 或者有一些他日常的必需品 供應方面等等 這些在領事權方面是可以行使的 而事實上在這件案件裡面 中國大使館駐當地的領事 多次去探望了當事人 亦都提出多次的協助 這方面的工作會繼續做 另外我們跟陶議員的溝通 陶議員是會反映當事人家屬的訴求 今天他見我們入境處的官員的時候 亦都將這些訴求反映了出來 其中一個就是希望我們確保到他的權益 會多些探視他 他有什麼需求 盡量和盡快去幫助他 這個一如既往都會做 而且我們特區政府也都會向 例如當場我講的岸家部駐港特派員 甚至我都會寫信給菲律賓駐港的總領事 去表示我們關注和一些要求 希望他在這方面多做工作 另外就是 剛才我其實都說了 我跟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工處今早溝通了 我會跟我入境處的同事再討論 因為他們今天是見了陶議員的 我會跟他們再討論有關 陶議員所反映的訴求 從現在在信件裏面 我看一下適當地 將一些事情再強烈地去反映給有關的人士 特別是對於菲律賓駐港總領事 我會希望他可以確保到四位港人的法律權益 以及照顧到他們在當地的一些權利 這個我會在我和我的同事討論之後 在今天或者明天我就會發出信件 港台英文台 和發展すご要求的 所以要提出信件 我提起的社會出現 只要說 因為在鑰匙下賺取消負的 the crimeals. Also,even though the success rate may not be high,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can be deceived inone single case can be a lot. I have said in Cantonese that in one case,one victim over four years because of the deception,then the victim lost over180 billion dollars. so that is a lot because of the low cost on the criminals and because of the likely big amount of money that can be deceived in one single case then we have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this crime is likely to be like drugs robbery or any other crime that will be with us for a long time so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will inform the public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new modus operandi so that prospective victims can take precaution and protect themselves and we all together work against this crime we together publicize and raise the awareness of prospective victimsand when we are in doubt then we seek help there is a hotline which is 24 by 7 an anti-deception center where any members of the public can ring at any time to ask for help or information and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since establishment in 2017 it has received over 30,000 calls from the public and stopping at least 500 cases in which money has been stopped from getting out of Hong Kong and so far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has been stopped amongst 1.3 billion dollars so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try to inform the publicso that they will whenever they have any doubts then they seek help. In regard to the case involving the four Hong Kong citizens who were convicted in court in the Philippines for drug today Honorable James To has reflected the family's requests and concern and through a meeting with immigration offic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offering help to Hong Kong residents who need help overseas I have actually spoken to officials of the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re and express the concern of the Hong Kong SRG in regard to this matter the official are very receptive to what I have said which includes asking them for for special attention in this case whatever they can do to ensure the legal and other rightsof the four Hong Kong residentsare fully protected that they will have a fairand just trial and there that officials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make visits to the Hong Kong the four Hong Kong residentsso as to offer help as much and as fast as possible the OCMFA's officialsare very receptive and have indicated they would do all they can to help that is the first thing that I want you I want to inform you the second thing is I shall be writing to the Consul General of the Philippines in Hong Kong to reflect the concern of the Hong Kong SRG in regard to this case and also to urge theCG to assist to ensure that the rights of the Hong Kong residentsare fully protected and that they and the trial in regard to this case should be dealt with in a very fair and speedy manner so I shall discuss with my colleagues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subsequent to their meeting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and then I will I will write to them either today or tomorrow Minister do you personally think that the sentence and confection to the Hong to the four Hong Kong men is fair and grounded and what else could you do at the moment to help the group and also their family members I will leave the case to run is cause of justice I think justice is important a fair trial will do justice to the Hong the four Hong Kong residents in regard to what we can help them I have earlier informed you and I want to inform Hong Kong people that we the Hong Kong immigration officers have met with honourable James To who has related some of the concerns and request of the family members we will of course do the best we can to ensure that their legal rights and also human rights are fully protected and we of course think that a fair and speedy trial to ensure justice is done to the Hong the four Hong Kong residents is important I have already spoken to the official of the OCMFA and they are very receptive to my request and they have promised that they will do everything they can to ensure that the rights of the Hong Kong forest will be protected and also to a seat a seat to their request for necessities or personal needs and they will be making more business to the Hong Kong for the four Hong Kong residents I should also be writing to the Philippine CG as I have mentioned earlier to repeat those points to repeat those points 东方 阿寶 局長你好 兩個問題 其實想問回第一個問題 就是非凡人士刑事犯案方面 其實近期有沒有一些上昇的情況呢 以及在某些地區裡面 南韓人士聚集了在非法居住的地方 其實警方或政府何時去清理非法的廚所 另外第二個問題想問回 就是關於皇上騙律的方面 就是剛才都提到有些受害人不相信自己被騙 其實騙律的手法已經改變了 就是令他們確信了 其實在無論網購或是社媒騙律的方面 其實是不是有些甚麼手法已經改變了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好 多謝你這個問題 首先在 關於非華瑞米演犯申請者涉及罪案方面 在數字方面可以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在今年頭10個月 拘捕這些人士關於刑事罪行的大約有1000個 這個比較 譬如2017年的全年 全年是有1000萬左右 2016年也是有1000萬左右 所以純數字的比較 雖然我們只是說10個月的數字 但是如果趨勢延續 大約會下跌15%左右 但是有1000多個 非華裔 免犯申請者涉及罪案 當然我是非常關注的 所以在 警方打擊這一方面的罪行 警方是做了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在有組織及嚴重罪案調查科裏面 成為了一個小組專門針對非華裔人士涉及犯案的情況 在情報方面的搜集會加大 亦都會重點巡邏一些要點 在情報方面 或者在地區的聯絡方面 警務人員都會和多一些小數族裔人士溝通 確保到我們可以很即時地反映去處理一些涉及 免犯申請者的罪行 對於某一些地區他們的罪居 當然警方是會打擊 包括在毒品方面 又或者會不會有些藏有攻擊性武器 警方會針對情報 以及罪行趨勢 採取一些突擊行動 而且事實上都有一些成功的個案 至於有關於他們聚集的 當然當地的民政事務官員 是會統籌整體的行動去處理它 另外第三點 你便說 為何一些騙案的情況 第一 會保持 為何騙到那麼多錢呢 手法方面是否有改變呢 其實 剛才我說的 授騙情況 嚴重 以及涉及金錢最多的 往往是長期授騙的 那麼在手法方面呢 沒錯 他們是會針對 首先會爭取到仇華人信任的 所以可能在開頭一段長時間 幾個月甚至一整年呢 都只是跟你交談聊天 去了解的 他們去密釋一些對象 很可能都是一些 所謂的 chat room 去交談網站 那麼在那個網站裡面 看到一些人呢 他會嘗試跟他做朋友 跟他做朋友的時候呢 都分享一些個人的情況呢 從而獲得了受害人的信任 從而獲得了受害人的信任 那麼因為長時間交談呢 又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往往呢 受害人就真的以為 他是一個普通的一個網絡上面 一個溝通的對著 但是其實他的用心 可測就是用來欺騙的 那麼剛才我所講的 有一些案件 涉及幾年的 往往呢 都是在 一段時間之後 才是 開始去騙他的 而騙他的時候呢 可能呢 都是用一些少量的 不涉及 金錢多的 逐步逐步呢 是 有一些信任 也都有時候呢 是會回饋一些 譬如 相片 當然有些相片呢 我們時候在調查裡面 發覺都不是反映事實的 但是因為網絡上面 包括有一些剪裁也好 包括有一些 單一張相片呢 是不代表任何東西呢 但是放下一個故事 就好像很真這樣 那麼他在這方面呢 的確是動很多腦筋 而且我們看到呢 他所騙的一些受害人呢 很多時候都是 將很多時間 擺放在網絡那裡的 那變得他在網絡 信了這個人呢 也都沒有跟第三者去溝通 那所以剛才我所講 大家將這個手法 廣泛宣傳 等太多時間擺放在網絡 都可以平時 實體世界 跟朋友 親戚交談的時候呢 將這個手法 大家去通報一下呢 就是我所幫助 好嗎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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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 如果他提出甚麼求助 都會盡量幫助他們 多謝各位 謝謝